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短道塑滑队 开幕次日中国短道塑滑队拿下中国首金 实现了自2002年 盐湖城冬奥会以来 中国短道塑滑借借夺金的壮举 如果你仔细听每位队员的采访 会很容易发现一个他们的共同身份 东北银 五大镜 黑龙江加姆斯人 任紫薇 黑龙江哈尔滨人 范可欣 黑龙江七台河人 旭春雨 黑龙江黑河人 没错 此次参加混合团体接力赛的运动员 全部来自东北 其实不只是短道塑滑 参加冬奥项目的大部分中国运动员 共同的老家依然是东北 历届冬奥会的中国奖牌以及金牌 绝大部分都由东北级运动员斩获 所以与其说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短道塑滑队 不如直接说 你永远可以相信东北人塑滑队 说起东北人 那真是感慨 从新中国成立时一口一个的老大哥 到某某部出山海关和港买套房 还有什么烧烤大腰子 猪肉炖粉条 金链子黑貂皮大妹子 可冬奥会以来 东北马上就支冷起来了 没见过市面的小年轻们 纷纷对东北人行注目礼 那么问题来了 东北人为啥在冰雪上这么厉害呢 首先让我们看看 东北人在冰雪上到底有多厉害 毫不夸张的说 东北级运动员 撑起了我国冬奥运动的整片天 距离北京冬奥会最近的两届冬奥会来自东北的运动员 占到中国运动员总数的87% 其他地区分了剩下的13%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护送奥林匹克会期入场的六位运动老将 其中有五位来自东北 我们熟悉的那些冠军 比如手金斩获者杨阳 大魔王王蒙 花华夫妇赵红博身雪 以及今年短道速华队队长武大静 都是如假包换的东北银 这么说吧 截至上一届冬奥会 历届中国冬奥冠军基本全都是东北级运动员 只有一位出生于江苏徐州的韩晓鹏 他曾经在沈阳体育学院训练 也曾经是黑龙江省的注册运动员 这也算是半个东北银 所以东北味始终是中国冬奥军团最醒目的标签 1980年代 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东北老秋裤就成功吸引了外国人眼球 今天 东北化成了冬奥赛场的网红口音 好歹一份就完事了呗 太猛了他 一般人整不了 东北人为啥这么唬呢 这里是我国最早开展冰雪运动的地区 我国第一座滑雪场哈尔滨 第一次全国滑雪表演大会吉林 第一届全国冰上运动会哈尔滨 第一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吉林市滑雪 哈尔滨 滑冰 我国第一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 黑龙江伊春仁罗志焕 我国第一个山游滑雪场 黑龙江亚布利 东北是我国举办冬季赛事 最频繁与密集的地区 且不说国际邀请赛 市井赛锦标赛 咱们就单说全国的冬季运动会 从1959年的第一届到2012年的第十二届 均是在东北举行 东北冰雪运动之所以厉害 这直接原因就是这里的地理气候条件 一个字冷 别说国内了 放到全球范围 东北也是同纬度地区最冷的 一方面是离千岛寒流比较近 另外一方面是东北平原 对冬季的风阻挡比较小 几大山脉 比如说大兴安岭 那是城东北西南走向 对冷空气有疏导作用 所以东北地区是我国冰雪资源 最密集的地区 从南到北雪期最长有200天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造就了东北是我国最早发展 冰雪运动的地区 早在现代冰雪运动 传入东北以前 这里就能看到众多冰雪上驰骋的身影 咱们看这个电影 那个智取微虎山 你就会发现 这里面竟然有一段滑雪镜头 要知道电影故事的背景是在1947年 东北人民在解放战争的时候 就滑着雪板去打仗了 在生活贫穷的年代 冰天雪地的环境里 东北人冬季最喜欢玩的运动 那就是打次溜滑 也就是山坡雪橇 据说东北人上学场 那是一点都不害怕 一个字甩就完事了 对于滑雪装备 东北人也是一切从简 那些一个头盔几千 雪浮几千的人 东北人那是不理解的 正所谓高手隐喻式 差生文具多 在东北人看来 滑雪那就不应该花钱 不少东北人小时候滑雪装备 那是全靠简 废纸壳子 塑料布 破轮胎 筒盖子 木板子 也有直接用裤子滑的 裤子啥钱滑碎 啥说回家 冰雪场上的东北人 有一股迷之自信 他们在心眼里认为 自己对雪更有操控力 正如王蒙解说时所说的 我的眼睛就是耳朵 我告诉你们 他不要扬了 这一股 在几个红尿上 好几个红尿上 所以已经半生了 我的眼睛就是耳朵 你不用他回放了 我们就有威武的优势 他也是我们胜利了 知道吗 所以我们 全部就被 所有的图人们起地了 我觉得 我是你夾的 我也是处伺服 不叫吗 ick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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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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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